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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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是想說 叼媽媽 叼媽媽吃飯 叼媽媽吃飯 那你媽媽要準備數的呢 有喔 還有記者會還有提問嗎 我感謝台中看守所所有的主人 講完他們細心的消息 謝謝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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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調適自己的心情 讓自己更快 有 有 非常感謝 沒有這些幫助 今天 不能夠有今天的成績 我 感謝不能用 短短的體力來講 幫我們描述一下你怎麼被刑囚 我現在不想 這個是他的傷痛 講了很多次他不想再 為什麼不想講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你被傷害你會想要一直講嗎 就會這樣 如果被傷害親底下不想要一直講 這個傷害自己 那那個時間持續大概有多久 記得如果他已經不想講 謝謝 謝謝 好 拜拜 您是來收聽收看的是 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仲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呢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引擎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會有直播之後 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這要跟他談的這個議題 其實我相信如果關心台灣的司法 或是關心台灣的死刑討論的朋友呢 恐怕這個議題對你來講 並不陌生 因為在2002年發生的 這個在台中的是 山儀KTV的這個所謂的殺警案 那其中一個涉案人叫做鄭信哲 當時被認為他就是殺警的這個兇手 那不過經過了許多年 在這個在監獄之後呢 其實我們看到不管是鄭信哲本人 或者是外面有許多的聲援團體 甚至監察院也都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審判的過程 是充滿著一些瑕疵的 所以在前幾天 鄭信哲暫時離開了監獄 不過他也還一樣是被限制出境 那這個殺警案到底有什麼樣的 一種代表性的意義呢 或是鄭信哲的本身 恐怕有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人本來就是一個這個去附啊 然後他本來就是去出入深色場所啊 那就算他沒有殺警 他也應該要負一些相關的責任吧 或者甚至他就是一個共犯 所以我們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在台灣的 司法改革上面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這個主題呢 是採取這個案子的背負律師 邱顯知邱律師 賢治你好 管老師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賢治你是在什麼樣的狀況 開始接觸這個案子 其實就是說 就是這個案件裡面主要主責的律師 是羅秉承律師嘛 那當初我要從德國五年前 我要從德國回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要來找工作 那我就寫信給羅秉承律師 我跟他說 我看過張娟芬的書案十四年 五彩青春這本書 我覺得非常感動 那我希望能夠到你的事務所來實習這樣 結果沒想到這個隔天 我已經去德國六七年了 我的手機忽然想起來 他是說我是羅秉承 那你什麼時候要回來 那後來就是回來之後 就進入羅秉承律師的事務所工作 那他就提了一袋東西給我 一袋那個 那些卷宗 那些卷宗 然後還有就是張娟芬跟 鄭信哲的通信 然後他就說 張娟芬認為這個案件有 可能有判錯 可能有冤錯 那你帶回去看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因為這個張娟芬看卷宗的時候 發現說這個 這個證信責案有可能有冤錯 因為他認為說沒有什麼證據 怎麼判成這樣子 然後那羅秉承又這樣講 那我就把他帶回去看 帶回去之後看了兩三個禮拜 我完全不知道哪裡有錯 因為這個卷宗裡面被告有自白 對 證人有兩個人 一個張姓證人 一個蕭姓證人 有指數說證信者有開槍 法醫或是見識人員的證詞就是說 證信者繞過三個人之後 對躺在地上的這個書信嚴謹 開兩槍之後再繞回來 那有被告自白 有證人的指數 有法醫跟見識人員的這個說明 這個案件為什麼會判錯 所以我搞不懂 那這個比較有趣喔 就是也許待會可以告訴我 你如何去發現他真正有錯的這個過程 或是這個案子 既然有這麼所謂的充分的證據 甚至包括不管是自白也好 或是說所謂的法醫的鑑定 似乎都直接指向證信者 為什麼會有現在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比較好奇的是 捐分為什麼沒事去看卷宗 因為當初這個證信者到處寫信 那他寫給斯改會 很多人權團體他都有寫 那寫給費史聯盟 費史聯盟那個 就有林心儀 然後又張俊徽跟他回信 所以你在裡面可以看到 他們之間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信件的往來 就是說張俊徽在問他說 你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說 剛剛管老師問說 那為什麼 你會認為說這是個冤錯案嗎 後來就是說 大概過了一個月左右 我是一百年二月八號到羅律師的事務所 大概隔一個月就五年前的大概現在 那就組了一個律師團 那這個律師團裡面有非常多的 過去參與過蘇建爾和的救援工作人 像說羅秉承律師 蕭毅民 蕭毅民是司改會執行秘書 有林欣儀 然後有張娟芬 然後有其他的這些律師 那時候大家的這個 我聽大家的說法 後來就是說 發現說 這被告有刑求有問題 傷痕累累有刑求有問題 證人也有驗傷單 證人被打的騙體 是在理由 就是說要叫他指出說是真信者開槍 法醫有非常嚴重的錯誤 所以我們有請這個非常專業的法醫來解說 那根據現場的激證發現說 這原來 事實上是 蘇宣佩是在倒下去的過程之中中兩槍 這中間有一個有點複雜 簡單講就是說 他認為說 本來的法醫認為說是兩階段 然後移動的殺人 那後來跟現在的台大法醫研究所鑑定 認為說是倒下去的過程之中 槍手不動 但是人體會動 那過去的見解認為是說 人體沒有動 但是槍手一直在動 所以造成這樣的這種 哥白尼式的錯誤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就是說 人的思維本身會有盲點 當初警察 或是法官 或是檢察官 當然不會故意說要冤枉人 不可能 那純粹是怎麼樣 純粹就是 就像蘇建俄案一樣 他一開始的設想是說 不可能有一個人 殺了79刀 所以他認為他應該是有三個人以上 對他三個人以上共犯 對他三個人以上共犯 那鄭訊則案他認為說 蘇建俄身上中三槍 那三槍裡面有兩槍是由上往下 從頭頂然後到胸部前面插過之後鑽進去 另外一槍是水平式的 所以既然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上下的一個是水平的 這個射擊方向的話 所以應該是兩個人開槍 一開始的設想是這樣 不過這個案子後來不是說 整個現場在當時是沒有被保存好嗎 沒有錯 後來就拆掉 沒有被保存好 那為什麼還可以有翻的過程 就是說 你們怎麼會知道 他是一個當時的這個法醫 或者是包括檢察官 整個在鑑定上面是有問題的呢 因為現場已經不見了 我們怎麼知道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就是說雖然這個法醫 台東地檢署的主任法醫師 許多縣法醫師 他的這個認定 我們認為是有 後來認為有錯誤 但是他當時在解剖的時候 他非常詳實的把它記錄下來 包括這個槍擊的角度 包括入射孔 比如說這個孔0.5公分 寬0.3公分 他都有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他現場 留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照片 那這一些解剖的照片 這些現場 比如說桌面的血跡這些跡症 還有這些地面上的血跡的跡症 因為你從這些照片的血跡 你可以看出來 這是擴散型的 或是低落型的 對 你就可以判斷說 到底這個人體 跟這個桌面上的距離 是貼著呢 還是他有一段的距離 簡單講就是說 他留有非常多的現場的紀錄跟照片 包括錄影帶 包括照片 所以這事實上就是說 可以讓後面來的這些刑事監視專家 能夠靠著這些原本的這些相片 但是可以做出完全不一樣的解讀 那我認為說 當初的刑事監視人員或是法醫 他當然也是非常認真 但是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人的思維有盲點 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 就是說像 德國的這種雙法醫制度 德國雙法醫制度 他是認為說 如果你解剖屍體的話 一定要有兩個法醫 嗯哼 在台灣不用 在台灣不用 那譬如說比較重要的法醫 像洪仲秋案 當時有四個法醫在裡面 那法醫之間 你在洪案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死法醫 跟高大層法醫之間 他的意見還會不一樣 那我不太懂 對 為什麼這個 在鄭信哲案的時候 只有一個法醫 可是在洪案 他是因為他的重大的關係嗎 還是說 當事人他可以 有這個權力 來去提出 相關當事人 有這個權力提出申請 應該是說 當時洪案比較受到矚目 102年7月15號 洪案在台中 這個殯儀館節目的時候 他基本上 他那時候 就比較受到矚目 那一般的案件 本來 依照台灣行書施控法的規定 就沒有要求說 要雙法醫 那雙法醫制度 事實上是蘇格蘭的制度 古蘇格蘭的制度 那很多歐洲國家也採用 因為他認為說 法醫的這個解釋對不對 如果只有一個法醫的話 那解剖是沒有辦法再現的 解剖完就解剖完了嘛 他沒辦法再來一次嘛 那解剖完 失期又處理掉了 所以如果只有一個法醫的話 這個法醫就壟斷了 屍體的解釋權 那德國行書施控法 91條A項 他就規定說 雙法醫是一個地檢署的法醫 因為地檢署的法醫 有時候啦 難免就是說公正性會比較 有點偏向減方 那他就規定說 除了地檢署的法醫之外 一定要有一個 非地檢署的法醫 比如說海德堡大學法醫研究所的法醫 比如說福萊堡大學法醫研究所的法醫 一起進來 那兩個人 在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兩個人可以互相辯論 因為事實上 其實這是一個 也算是一種科學啦 法醫學基本上是一種科學 那基本上 就像在新聞學界也是一樣 譬如說法律學界也是一樣 物理學界 難免專家之間會有意見的不一樣 對 沒錯 但是這個意見的不一樣 這影響非常大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德國 或者是很多歐洲的國家 他認為是要有雙法醫制度 就是認為說 事實上 有可能法醫 在做這個屍體的解讀的時候 也許會有他看不到的盲點 不過你剛剛談到的是 在整個見識的過程當中 是非常詳細的去做紀錄 那某種程度 他也叫做所謂的科學辦案 可是這似乎你的談法當中 所謂的科學辦案 他似乎也一樣會有一些人為的盲點 這人為就是人的一種思考的方式 那科學辦案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他裡頭又充滿了很多 在一個所謂的審判的過程當中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科學 對 他還有包括人的思維當中 那這個不就是會常常 會有見解上的所謂的不同 甚至會有冤案發生的可能嗎 對 所以基本上其實說冤錯這種東西 不是只有台灣獨有 有時候看到有一些網友留言說 為什麼冤錯案這麼多 不是 因為人在判案 人在做神的工作 所以他本身就會判斷錯誤 所以德國的再審每年有兩千件 德國人這個賓士跟BMW的國家 德國人做事情是非常的務實 非常的認真 但是他的每年的冤錯案還是有兩千件 非常非常高 但是問題是德國人的想法是 他是認為說判錯了沒關係啊 我們再把它改正過來就好了 所以德國的再審的條件 跟台灣比起來放得非常的寬 台灣每年可以再審的案件不到十件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參與過的冤錯案的律師團 還沒有成功過半戒嘛 大部分都是 只是被你帶水嘛 不要先說過嘛 那為什麼沒有成功過 除了我們自己比較罵滿意外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當然是說 台灣再審的門檻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問題應該要改正 可不可以簡單告訴我們一下 就是以台灣跟德國的比較起來 這個再審的門檻 我們到底差在哪裡 這至少差了大概兩百倍以上 譬如說 剛剛有提到一個 像陣情折斷是一個殺警案 那在德國也有發生過 一個 斯都嘎旁邊有一個小鎮 有一個殺警案 簡單講就是說 一個女警被殺了 那這個女警 簡單講就是說有小王 那但是到底是他的小王 還是他的這個先生做的 小王是警察 那先生不是警察 那這個女警的爸爸媽媽也是警察 所以全村這個村落所有的人 都認為就是他先生做的 因為他跟其他人有外遇 所以先生把他做掉 結果這個案件就這樣判下去之後 這個先生在經過疲勞訓問之後 德國人比較勃動討 沒有刑求就自白 自白之後就抓進去關 結果到了這個爸爸要向這個先生 他的女婿提民事賠償的時候 法官才發現說他根本就不在場證明 因為他當時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民事的法官自己查 查一查之後發現說這是原錯案 那這個當時他就可以用這個民事的判決 拿來在這個刑事案件再審 這在台灣是不可能 在台灣是不行 對 所以台灣基本上他就是說 他限制非常嚴格 但是當然去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 有把它稍微放寬一點 但是總而來講的話 基本上那個門檻還是太高了 事實上再審應該是說 如果有足以動搖原判決 不用到無罪的地步 只要能夠動搖原判決 結果說怪怪 那你應該就開啟再審 讓他出來有重新開啟再審的機會 因為冤錯一個人 比起就是說你重新再開再審這個成本 說實在的是這個太高了 更何況台灣是有死刑的國家 你今天如果說把他冤錯了 就像常常有人講說 張娟芬如果當時他沒有發現 鄭信哲安是個冤錯案的話 不會有人去看那個判決 沒有任何一個律師會去看這個判決 那張娟芬為什麼可以發現這個是冤錯案 因為他基本上 大家常常講說 他是用生命在看這個判決 他非常認真 幾乎把所有卷宗都刻在他的腦海裡面 他在看這個判決的時候 他發現說 這個判決應該是有冤枉 那 這個 要發現一個案件有冤錯案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在實務上面法官或檢察官 他們每天要處理的案子 恐怕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他很難真的是把每個案子 用生命去做判決 所以在整個體制上面 怎麼去看待冤錯案 或是冤錯案如何能夠有再審的機會 跟這個所謂的比例跟可能性 恐怕是很重要的 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要來討論 說正信澤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正信澤在這個事件上面 他假設真的不是開槍殺緊的凶者 難道他不需要負任任嗎 他的責任又應該是什麼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案件疑點重重 第一個疑點是 胸腔經過鑑定 上面沒有正信澤的指紋 現場的蛋殼也離正信澤很遠 第二個疑點是 現場走道狹窄 沿途有三個人六隻腳 這樣過得去嗎 會不會太急了 而且正信澤在槍戰中小腿中彈 開放性骨折 那很痛 根本沒辦法走路 而正信澤與開槍地點之間的走道上 並沒有任何血跡 開放性骨折的傷口應該會流血 如果他曾經走過去走回來 怎麼會沒有血跡 法院判決的主要依據 是正信澤的自白 但是正信澤說 他是因為被警察刑求 不得已只好承認作案 從偵訊錄影帶看得出來 正信澤左眼浮腫 台中看守所的體檢表也證實 正信澤左眼內淤血 左眼浮腫 左大腿外側淤青 當檢察官帶正信澤 回到KTV現場的時候 他終於鼓起勇氣翻供 當場告訴檢察官 他根本沒開槍 我沒有開槍 因為我要叫檢察官去檢察那兩支槍看 我沒有開過 那你剛跟我講說 你有開眼鏡嗎 因為我怕 蛤? 我怕 人家有對撟 人家有覓 看到馬至乎 你就dar 我們致 enfant products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惠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忠祥 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是 在台湾争许久的振兴泽案 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大致上把这个所谓的振兴案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过程 以及包括 它背后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司法制度 台湾跟德国之间的一些差别 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不过即使如此 那振兴泽 他当天毕竟是在现场 他毕竟很多人会认为说 你就是去一个所谓社情KTV 那即使你没有开枪 那你不用负责任吗 那这样子出来有什么好开心的 毕竟人还是死的嘛 我也认识到很多的警察朋友觉得说 我们的警察同仁 已经被你们这些坏蛋给杀死了 那我们怎么办 那凶手 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刚刚邀请到的是 参与这次案件的辩护律师 邱显志 显志你好 管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显志我们刚刚有谈到 在这个所谓的案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对 郑信哲本身这个人去产生一些质疑 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其实去这个监狱里面 去看他有六次 你也有些接受 在你的认识当中 郑信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刚刚老师说的没错 这是一个杀警案 那这个警察事实上 他非常的英勇 那在这一个警匪枪战之中 不幸殉职嘛 所以事实上我们也认为说 其实上在这个案件里面 伤害最深的 事实上就是 苏献碑跟他的家属 跟他的家人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这个台大法医研究所 鉴定报告 事实上就是认为 真凶就是罗武雄 所以这个案件不是说 真凶者没有办法证明 他有罪什么 那没有真凶 不是 真凶是罗武雄 是当初弄错了 这个现在 所以检察总长 严大和跟这个台中高分检检察官 才会为他申请再审 因为检察官本来应该理论上 是站在跟被告的对立面嘛 但是现在是台中高分检检察官 主动为被告申请再审 那也认为说 他没有积压的这个必要 当庭的时候检察官就说 没有积压的必要 因为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认为说 他将来会被判无罪 所以当时的这个判决 事实上是错误 那错误就是说 真凶是罗武雄 但是你却认为说 罗武雄都没开枪 那事实上 被冤枉的人是正信者 结果被判死刑 他没开枪 结果被判死刑 那有开枪的人 他认为说他没开枪 那这当然对受害者家属来讲 是不公平的 因为真凶是罗武雄 那现在的问题 可能是在于说 这个为什么他会弄错 那我刚刚也就解释 事实上当初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点这个思维的盲点 那在这个刑事件事的报告会一直出来 就是说一直出来 比如说他有这个现场的枪 这个子弹到底是有哪一把枪打出来的 那1月5号晚上发生这个枪战 1月6号的时候早上 圣信者自白 那1月11号的时候 却有一个刑事局的监定报告回来说 苏建飞身上中的三枪 都是同一把枪开出来的 那把枪就是自私克拉克 那把枪到最后掉落的位置 事实上是在罗武雄前面的垃圾桶 这个枪的四个弹壳 3号、4号、25号、29号 都分布在罗武雄的周围 就是说穿怕水掉 这个弹壳都在罗武雄的周围 那只有在罗武雄的方向才可以打到苏建胚 所以就是说从现场的激政来看 开枪的人是罗武雄 那既然我们现在是这样认为 既然已经弄错了 那就是把他改正过来 那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说 那以我了解 振信者是什么样的人 我基本上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在这五年来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 那当然我有其他的当事人 在台中判所说 那刑案律师所接触的当事人当然形形色色 而且大部分都有罪 不然的话简单官起诉的罪 如果每一件都无罪的话那还得了 大部分其实上刑事辩护律师 就是在做一些 比如说跟对方当事人是不是能够和解啊 能不能填补加害人的损害 能够协助他去跟他认错 或者是说在量刑上面有什么考量 那当事人形形色色有的就是像老师讲的 确实就是流氓 甚至就是罪犯甚至就是道上的兄弟 对啊就像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郑幸哲如果是一个所谓的正常的良民 那为什么还要去那个色情KTV 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什么善类嘛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这有点 有点是一个 因为罗伍雄跟他是同村的人 就是说都在院里 那这个集会有点像是苗栗的这个院里人 在台中的一个聚会 那一开始郑幸哲在这个案件一个月之前 他还在苗栗的院里种田 跟在餐厅里面帮他妈妈做二厨就对了 那因为这个厨房 这个餐厅后来倒闭 所以他就想要去台中发展 因为台中这个城市比较大 那在台中发展的时候 他先去找一个他们院里的人 叫做石头的住在太平 那这一个叫做石头的院里人 他就说 我们同村的还有一个人叫罗伍雄 他在台中混得不错 那我们就去找他 结果罗伍雄就告诉郑幸哲说 不然你来帮我开车好了 那郑幸哲想说 那他必须要先在台中有个着落 他就去帮他开车 那在开车在这个一个月之中 就是说从郑幸哲到台中 到发生这件事情的一个月中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说这些苗栗的院里人 在台中他们有一个聚会 就是也是这个TV里面这些人 聚会就在去哪里 去水里烤肉 他在烤肉 烤肉也去烤肉 我觉得很奇怪 应该是说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烤肉 就是说同村的情谊 他就是一些好朋友 他们都是去烤肉 这在乡下人来讲 很普遍 比较能够体会 可别说我是一个村家人 我家在嘉义的这个山区里面 我到台中的时候 也有这个同村的厚子 或者是一些厚伯 他在台中发展 那可能跟我们走不一样的路 对 但是他基于同乡的情谊 他会跟你讲说 Handy 你如果在台中有什么事情 你也能来吹我 不啦 不用啦 就是说大概走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走狗跟他的路 但是 就是说他的照顾 基本上是基于一个同乡的情谊 对 那在这个聚会里面 我说在水里烤肉这个聚会里面 其中里面有一个证人 叫张帮龙 就是坐在罗伍雄旁边 他们事实上也不是在做流氓什么的 其实都在做正当的讨论 他就告诉郑信哲说 诶 郑信哲 你是大专毕业 那你怎么在帮路吗 塞车 因为 就是同村 就是说 虽然是同村 但是你也不要帮他开车 那郑信哲事实上 确实 这个是他不对的地方 他不应该 去跟罗伍雄在一起 然后去那个地方 甚至帮他保管那个枪 所以那个 他帮他保 罗伍雄身上有四支枪 他进去KDP之前 跟郑信哲说 那你帮我保管这两支改造手枪 所以这改造手枪部分 郑信哲也付出了代价 他被判了两年半 尤其徒刑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14年当中 其实有两年半 没错 是这个所谓的 没错 帮他保管枪械 那这个部分是没有话讲 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愿望 我认为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确实是法院是一个公正的评价 那只是就杀井的部分 因为那个胸枪是自私克拉克手枪 确实是在罗伍雄的身上 那子弹 弹壳掉漏位置都在罗伍雄身上 然后这个枪也掉在罗伍雄面前的垃圾桶 所以很多的激阵 这是一个事实 那现场非常多人都说罗伍雄开枪 这里都没有开枪 所以这个基本上这是一个事实 那有错的部分 当然他要付出代价 就是这个改造手枪的部分 那没有做的部分应该要还他清白 那对这个法院的判决来讲 真凶事罗伍雄这件事情 也应该要透过法院的判决里面 把它评价出来 不然的话 他明明这个做了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 结果却法院判决认为说他完全没有开枪 所以在这次案子当中有很多人说 你今天不是正性者杀 那到底是谁杀 其实已经有一个答案 没有错 就是罗伍雄 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被杀的是刑警 被是警察 那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所谓信义分局的 之前也发生过在夜店 然后警察也被被杀 那其实在国外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子 叫纳米亚 那这个案子其实有一个就是 也是一个也是记者 也是一个独立记者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 呃这个政党的这个黑 英国罗伍雄应该是黑豹党 然后同时又是一个黑人 所以他被涉及到一个案子里面 这个案子里面其实后来被认为不是他杀的 那他虽然被判死刑 可是跟国际特赦组织一直去救援他 最后是这个判终身监禁 那呃在这个过程当中警察被杀了 所以警察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当然 其实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会发生意外其实是 大家很悲伤 但是其实又很难完全的避免 对 那可是当你被杀了 警察被杀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警察的训练过程当中 是非常强烈的兄弟情谊 对 嗯 他如果再介入到这个案子里面或者是作为这个协助侦办的这个角色 对 这个会不会引发了一些质疑呢 或者是说很有可能是他的情感他的情绪也会影响到这个案子的这个收政的过程 对 这个部分确实在这个案件里面当初警察是非常的同仇抵抗 嗯 就是你杀了我的兄弟嘛 嗯 那我当然是这个非常的愤怒 嗯 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刑求的痕迹是非常明显 嗯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张姓的证人 张姓的证人被刑求他是有验商单的 他整个这个大字型的验商单里面我们出庭的时候也有拿给法官看嘛 整个是密密麻麻 嗯 就是被打的鼻青脸肿 那证人被打的鼻青脸肿的目的就是要他指出说郑信哲有开枪 嗯 那其中一个女性的证人也是一样 哦 警察直接都 他 他根据他说法 他当庭跟法官说警察一直打我的头 叫我说郑信哲有开枪 嗯 所以就是说那被告不用讲 电击下体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脸 还有就是说他的他的全身很多的部位都被都被打 然后有灌水 嗯嗯 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警察他一定会去做这样的一些非理性或是刑求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所谓的情感上面或者是在 我觉得很难讨论 因为他也不是一定是他争扮 可是会有一个气氛在 当然当然 那这这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是在推就是说希望在侦查中可以强制辩护 嗯 就是说律师应该要到场 嗯 那律师到场的话我想就可以保证一个最起码的 这一个程序性的公平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当初警察在刑求这些证人 或者是刑求证信者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故意要冤枉他 绝对不是 对 他是认为他真的有杠 嗯 你杀了我的兄弟的话 我现在论你刑求这刚好而已 嗯 我就是认定是你嘛 所以我就是要让你说出来 可是这样的结果就是说 会造成这个判断错误 嗯 因为1月6号他自白之后 接下来1月11号的时候 他的刑事监听报告回来 发现说这身上三枪 事实上是由这个支持克拉克手枪 开出来的时候 这是非常尴尬的 嗯 就像罗秉承律师常常讲 就是说 刑求自白就像是这个扣鸟扣 对 第一扣扣错的话 后面都会软了 全部都会错掉 嗯 所以就是说 保证一个法治国基本的 这个 那不只是说人权上的考量 还有正确性上的考量 嗯 嗯 最后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其实 就你自己来讲 你参与过这么多的 可能是一个冤案的辩护 或者是救援 那是不是冤案也很难说 是 嗯 在台湾你也谈到 在台湾这个所谓的再审的 这个所谓的制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 你自己作为一个所谓的律师 或者是大家称之为人权利律师 你觉得现在你可以做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冤错案的问题 基本上 我觉得 应该是怎么讲 比起 比起过去 比如说官场公文案或鸿案 或者是说 太阳化学运这些 这些运动 他基本上 比较不会受到大家的注意 嗯 理由是 大家一般来讲 认为说 那法官判了 怎么可能会判错 检验官 法官都是专业人士 判了 怎么可能会判错 但是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就是人的思维真的有盲点 嗯 所以 像过去 我觉得 很多的这个 这个 评冤 或者是说 很多的这一些 冤错案的这些社医运动 基本上有卷动了 也在脸书上 也减动了一些人 比如说 郑幸 一直缓一直缓一直缓 有林欣宇 那个 所发动的这个 他基本上有 十万人 来打卡 所以我觉得 还是 社会大众一般来讲 你主要能够多关心 这些冤错案的议题 你应该会知道说 这个问题 真正的核心到底在哪里 而不是说 法官判了 检察官起诉了 他就必然是 一个没有问题的案件 就是说 人的思维真的是 有盲点 有人类所不能到达的天空 那 美国的这个死刑犯 到目前为止 因为DNA或其他因素 平反了 本来判死刑 后来 平反了 已经有154位 即便在美国 都有154个 这一个死刑犯 后来认为说是弄错了 那德国也是一样 我刚刚讲的那种 死亡者归来案 明明判决说死者已经死了 结果死者在5年之后回来 所以确实会弄错 那我觉得 冤错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弄错了 然后把它改正过来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提升 我们刑事件事的水准 那只要这个公众 现在的有一些舆论会觉得说 那就是 应该是征信者也有开枪 或怎么样 那其实你只要 比如说在网路上 或者是说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认真的去把他搜寻一下 这些机证的话 你大概是可以获知一个 就是说你可以接受的答案 在征信者案里面 其实是有真凶的 那个真凶就是罗武凶 那让真凶 可以获得法律的真正的评价 让真凶不要逍遥法外 但是让无辜的人可以回家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我想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对所谓事实的 这个收集或是事实的了解 恐怕是在我们在做讨论 或是评价之前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回到一个所谓的 整个在台湾的司法的体制上面 我们更应该清楚的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目前的司法 其实我们知道 那是越来越进步 可是不能否认的是 跟其他国家的法律 或是整个所谓的司法程序比起来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包括这个所谓的 冤案的再审的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法医的鉴定的问题 都是我们必须要再继续努力的目标 今天非常谢谢显示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老师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天空的眼泪 洗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天空的眼泪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管制参之外弹